做好环保工作需要综合个人和集体的努力,从日常生活习惯到社会系统性的改变。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措施。 个人层面节约能源,使用节能灯泡和电器。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电器使用,离开房间时关灯,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。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,自行车或步行,减少汽车使用。 减少废物,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,如塑料袋、一次性餐具等,改用可重复使用的物品。 进行垃圾分类,确保可回收物品被正确处理,尽量减少食物浪费,购买和适数量的食物并妥善保存。 保护水资源,节约用水,避免长时间开水龙头。 修理漏水的水龙头和管道,使用节水型设备,如节水马桶和节水花洒。 选择环保产品,购买有环保标志的产品,选择有机食品。 支持本地产品,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。 社会层面教育和宣传,通过学校、社区活动等渠道宣传环保知识,提高公众环保意识。 鼓励媒体制作和传播环保主题的节目和文章,政策和法规,政府应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,确保企业和个人遵守环保标准。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,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 支持环保组织,积极参与和支持环保组织的活动,通过志愿服务或捐款等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绿色建筑和城市规划,推广绿色建筑技术,使用环保材料,设计节能建筑。 提高城市绿化率,建设更多的公园和绿地,改善城市生态环境。 科技创新,支持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,如废物处理技术、节能技术等。 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和其他新能源交通工具。 通过上述个人和集体的努力,可以有效改善环境问题,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地球。